去年啊 我們的狀況沒有很穩定 然後就上上下下 然後我們球隊也沒有鄰居在一起 溝通吧 溝通太少了 然後就是心態吧 心態敢不敢去面對那些挑戰之類的 今年我預計我們就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挫折 但是我相信關關難過關關過 就是要把平常練習的都表現出來 然後把狀況調到最好的時候去應付 越到比賽的時候球隊訓練的目標不一樣 然後當然在這個時期大家就是以所謂的組織 跟怎麼把球隊整合形成一個最好的戰力 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們今年的戰力有種小弱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是像Slogan說的 就是超越自我 做好自己 然後讓那些人知道我們也是可以做得很好 不管是網站上面還是很多聲音 都說可能今年取代會不太行 但我覺得與其我們現在空韓化 不如我們就扎實的一步一步走 比較實際 盡可能跌破大家眼鏡 我覺得應該是說每個球員 除了球隊的目標以外 是每個球員每天其實在練球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球員都能去想一想 你今天有沒有比你昨天更好